世界上没有一项的体育能超过足球的魅力 我最喜欢足球 国足只用了180天 就让本山大叔从一个激情球迷到戒掉足球 本山大叔花5000万买了一个教训 2005年本山大叔不顾范伟等人的劝阻 筹集5000万资金接手了辽宁足球队 打算大干一场 当时他对媒体记者说 世界上没有一项体育能超过足球的魅力 然而仅过了180天 赵本山就宣布退出辽足 并发誓再也不碰足球了 从机型加入到绝望退出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本山大叔当初为何执意要赤巨资接手辽足 2002年辽宁足球队转战北京 但因为经费紧张 辽宁队始终无法在北京立足 都说出了山海关有事找本山 辽足的老总也盯上了赵本山 此时的本山大叔如日中天 不仅在春晚舞台上备受欢迎 这一年他拍摄的刘老根 也在央衣创下了火爆的收视率 同为东北出身 辽足的老总希望赵本山能利用人脉 为辽足拉一些资源 而身为资深球迷的赵本山 欣然同意并筹资接手了辽足 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 反正国足都已经这么烂了 只要有一点起色自己就能沾光 只能说本山大叔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这足球还能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吓 中国不想看 2005年资深球迷本山大叔 赤资5000万巨资 历史要发展辽足 结果180天后就表示 自己再也不碰足球了 在接受辽足的第一场发布会上 本山大叔慷慨激昂的表示了 自己对足球的热爱 同时承诺自己绝对不拖欠球员工资 厂下顿时一片欢声笑语 辽足的老总心里更是乐开了花 心想冤大头终于来了 彼时的辽足俱乐部 不仅没有固定的训练基地 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股权更是混乱不移 然而出入足球圈的本山大叔 正在热头上 他先是利用人脉 拉来1500万投资 又邀请一众好友 来帮辽足刷牌面 辽足的第一场比赛上 更是大排云集 然而辽足可谓给他们一个惊喜 当天直接被弱旅上海中方 给踢了一个1比1 无异于现在的国安输给了县大队 赛后的酒桌上 赵本山毫不留情地 把发挥不佳的球员训斥一顿 那只接下来 辽足之间0比5 输给了大连队 这直接给本山大叔砍萌了 更让本山大叔愤怒的是 这种大失水准的踢法 让他怀疑有人在踢假球 有个球感学生好 五岁的 我才是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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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你喝一杯 你就废了 你要拿我们五十来岁的人 还当着想 我当一下 别当 太肉子了 放人都干嘛呢 放回去 我们要真跟竹头生气了 我们就气死了 面对毫不留情的本山大叔 徐亮一脸笑着陪酒道歉 一旁的老总张曙光也出来解围 赵本山敲打了一群人 又开始心心满满的准备下一场比赛 结果时间没过多久 他就发现 俱乐部资金出了问题 自己拉来的1500万赞助 不知所踪 而俱乐部背后人的回答 让他心中一惊 2008年春晚上 宋丹丹这句调侃 绝对是本山大叔最真实的写照 国足可谓是把本山大叔的心给砸烂了 不仅坑了本山大叔的5000万资金 更是让本山大叔看清楚了国足的本质 最起码他们把一个最好看的游戏给玩奖了 中国不想看他 我都不认识 这个俱乐部的股份都非常乱套 我都不知道是谁 2005年赵本山突然发现 他接手辽族期间 俱乐部的上亿资金不翼而非 自己投的钱早就不知所踪 而且辽族是个无底洞 俱乐部又陷入了资金不足的问题 他立马约谈球员了解情况 可球员都表示不清楚 找股东沟通时 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这家俱乐部的幕后大股东到底是谁 只能找俱乐部老总张曙光 结果张曙光直接失口否认资金有问题 此时赵本山希望俱乐部背后的大股东能追加投资 或者直接把股权卖了换一个懂足球的来管 然而张曙光表示大股东原则上同意了这个请求 但赵本山必须先拿一千万来解决俱乐部当下的资金问题 这种无赖要求可算是让本山大叔无语 原来一向在小坪里忽悠别人的自己 被人给忽悠当了冤大头 本山大叔心灰意冷直接离开了辽族 从一个满怀足球梦的球迷到对足球深恶痛绝 本山大叔只用了180天 后来有人问本山大叔足球问题时 本山大叔表示 这跟当年万达退出足球何其相似 现在回头看 国足在下跌的路上一路狂奔 可能那时候及时止损才是本山大叔做的最正确的事吧 九月论 在��摇